根据调查超过4成上班族认为 新法让收入变少了 近8成的上班族认为 劳资关系变得更紧张 而企业的人资长们更一致同意 新法与劳减让劳资更对立 从一粒一休上路后 劳减次数暴增4倍 企业也大喊吃不消 原本应该是造福劳工的政策 为何变成了噩梦 人爱之家有紧急病患 员工志愿加班被罚4万 科技公司作业员积极加班补贴家用 挨罚2万 企业领域中高阶主管 迟到早退不列入考勤 招罚2万 要如何防范你可以这样做 有些产业不一定要打卡 做好出勤 价卡与薪资记录 就能减少受罚 著名员工加班是因为提供劳务 还是自主学习避免争议 劳击法新制矫枉过正 劳资关系反而更恶化 更深入的报道就在金周刊1072期